一年一度中国电视剧界盛会,2019国剧盛典于12月15日在北京龙中举行,今年的主题是和祖国在一起,国剧盛典是一场极具品质和品牌影响力的年度盛典,在全国电视剧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。 在今年国剧盛典的现场,我们看到了黄景瑜、李更西、郭俊晨、王欧、赵金麦等众多明星的身影,在这当中受到大家广泛关注的莫过于小演员赵金麦了。 对于赵金麦来说,今年可谓是相当忙碌的一年了,出演了很多影视作品,演了古灵精怪叛逆坦率的林妙妙,也诠释了追逐梦想为爱成长的夏妙妙,在电视剧的领域表现得十分不错。 而她也凭借日渐成熟的演技和高辨识度的外形被观众所熟悉,也希望她在今年的国剧盛典上可以收获业内外的认可。